看一下这是我跟旧金山美国美英移民律所张国辉律师的老婆林云的一个对话啊 这个时间呢应该是在一个月之前 我的留言是我的法学硕制学位是美国的 同时呢在清华官网的校友路上 也有我的名字啊 这是我当时跟张律师的老婆的一个交流啊 一个月以前了一会儿啊 咱们看一下她是怎么回复的啊 然后她的回复呢是 也是一个月以前啊 很快的回复的啊 请问你是清华的成人教育学院吗 清华有成人教育学院吗 请问美国法学设施 为什么在美国混得这么惨 他觉得我这个汤姆在美国混得惨啊 以前他说过这个汤姆是华人的败类啊 原来无能的人总是不停的标榜自己啊 觉得汤姆无能啊 觉得他老公又能吧 在他老公是旧金山的一个金门大学毕业的吧 这个旧金山的金门大学这个名气比清华还要高吗 我不太知道 然后他又说自尊心作祟的原因吧 真正成功有能力的人呢 重来都不需要自己大叫啊 然后他这个回复呢有六个人点赞啊 都是他们同伙点赞吧 他们是一个团伙嘛 这样的 这是凌云的一个回复啊 他这个是写的是重来啊 应该是从来啊 应该是他打个催别字啊 他打成重庆的重了啊 应该是从啊 咱们看一下 然后我又接着回复他啊 这也是这个时间过得很快了啊 这一会儿一个月了 一月前回复他啊 我说因为他在回复的时候呢 用的是个画名吧 我就直接给他挑破了 我说凌云女士您好 您出现在这里 是作为您的老公啊 他的老公是美国美英移民律师 事务所张国辉律师啊 作为您老公张律师的新闻发言人吧 我就说我从来没有大叫 反而是您总是大叫 叫的还挺小 就是调侃他一下 你看我的回复呢 没有人点赞啊 也没有人点赞啊 因为就我一个人吧 我是一个人孤军奋战嘛 这么一个状态啊 所以对他的留言呢 做一个回复啊 因为我跟凌云女士呢 私下我们交流也不少啊 有好多交流呢 这个张律师都不知道啊 所以我说这个凌云大叫的这个情况 张律师肯定不知道啊 说我从来没有大叫 反而是您总是大叫 叫的还挺响 然后加了一个省令号之后呢 凌云女士就不吱声了啊 也许是默认了吧 这就是我跟凌云女士的一个留言交流吧 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好吧 这里呢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吧 看一下这是我跟旧金山美国美英移民律所张国辉律师的老婆凌云的一个对话啊 这个时间呢应该是在一个月之前 我的留言是我的留言是我的法学硕制学位是美国的 同时呢在清华官网的校友路上也有我的名字啊 这是我当时跟张律师的老婆的一个交流啊 一个月以前了一会儿啊 咱们看一下 他是怎么回复的啊 然后他的回复呢是 也是一个月以前啊 很快的回复的啊 请问你是清华的成人教育学院吗 清华有成人教育学院吗 请问美国法学设施 为什么在美国混得这么惨 他觉得我 这个汤姆在美国混得惨啊 以前他也说过这个汤姆是华人的败类啊 原来无能的人总是不停的标榜自己啊 觉得汤姆无能啊 觉得他老公有能吧 他老公是旧金山的一个金门大学毕业的吧 这个旧金山的金门大学这个名气比清华还要高吗 我不太知道 然后他又说自尊心作祟的原因吧 真正成功有能力的人呢 从来都不需要自己大叫啊 然后他这个回复呢 有六个人点赞啊 都是他们同伙点赞吧 他们是一个团伙嘛 这样的 这是凌云的一个回复啊 他这个 是 写的是重来啊 应该是从来啊 应该是他打个催别字啊 他打成 重庆的重了啊 应该是从啊 咱们看一下 然后我又接着回复他啊 这也是 这个时间过得很快了啊 这一会儿一个月了 一月前回复他啊 我说 因为他 在回复的时候呢 用的是个化名吧 我就直接给他挑破了 我说 林云女士您好 您出现在这里 是 作为您的老公 啊 她的老公是 美国美英 移民律师事务所 张国辉律师啊 作为您老公 张律师的新闻发言人吧 啊 我就说 我从来没有大叫 反而是 您总是大叫 叫的还挺小 就是 调侃他一下 你看我的回复呢 没有人点赞啊 也没有人点赞啊 因为就我一个人吧 我是 一个人 孤军奋战嘛 这么一个状态啊 所以对他的 留言呢 做一个回复啊 因为我跟 林云女士呢 私下 我们 交流也不少啊 有好多交流呢 这个张律师都不知道啊 所以我说 这个林云大叫的 这个情况 张律师肯定不知道啊 他说 我从来没有大叫 反而是 您总是大叫 叫的还挺响 然后加了一个 省令号之后呢 林云女士就不吱声了啊 也许是默认了吧 这就是我跟 林云女士的一个 留言交流吧 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好吧 这里呢 祝大家 圣诞节快乐吧 看一下 这是 我跟 旧金山 美国美英 移民律所 张国辉律师的 老婆林云的 一个对话啊 这个时间呢 应该是 在 一个月之前 我的留言是 我的法学 硕士学位 是 美国的 同时呢 在 清华 官网的 校友路上 也有我的名字啊 这是 我当时 我当时 跟张律师的 老婆的一个交流啊 一个月以前了 一会儿啊 咱们看一下 她是怎么回复的啊 然后她的回复呢 是 也是一个月以前啊 很快的回复的啊 请问你是 清华的成人教育学院吗 清华有成人教育学院吗 请问美国法学设施 为什么在美国混得这么惨 他觉得我 这个汤姆在美国混得惨啊 以前他也说过 这个汤姆是 华人的败类啊 这样 原来无能的人 总是不停地 标榜自己啊 觉得汤姆无能啊 觉得他老公有能吧 他老公 是旧金山的一个 金门大学毕业的吧 这个旧金山的金门大学 这个名气 比清华还要高吗 我不太知道 然后他又说 自尊心作祟的原因吧 真正成功 有能力的人呢 从来都不需要自己大叫啊 然后他这个 回复呢 有六个人点赞啊 都是他们同伙点赞吧 他们是一个团伙嘛 这样的 这是凌云的一个回复啊 他这个 是写的是重来啊 应该是从来啊 应该是他打个催别字啊 他打成 重庆的重了啊 应该是从啊 咱们看一下 然后 我又接着回复他啊 这也是 这个时间过得很快了啊 这一会儿一个月了 一月前回复他啊 我说 因为他 在回复的时候呢 用的是个化名吧 我就直接给他挑破了 我说 凌云女士您好 您出现在这里 是 作为您的老公 啊 她老公是 美国美英 移民律师事务所 张国辉律师啊 作为您老公 张律师的新闻发言人吧 啊 我就说 我从来没有大叫 反而是 您总是大叫 叫的还挺小 啊 就是 调侃他一下 你看我的回复呢 没有人点赞啊 也没有人点赞啊 因为就我一个人吧 我是 一个人孤军奋战嘛 这么一个状态啊 所以对他的 留言呢 做一个回复啊 因为我跟 呃 凌云女士呢 私下 我们 交流也不少啊 有好多交流呢 这个张律师都不知道啊 所以我说 这个凌云大叫的 这个情况 张律师肯定不知道啊 啊 他说 我从来没有大叫啊 反而是您总是大叫 叫的还挺响 然后加了一个手电号之后呢 凌云女士就不吱声了啊 也许是默认了吧 啊 这就是我跟 凌云女士的一个留言交流吧 啊 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好吧 啊 这里呢 祝大家 圣诞节快乐吧